农历春节就要到了,家家户户开始支办年货,台湾大大小小的年货市集正是最热闹的时候。 近日,中西社记者来到台北有名的年货大街——迪化街,感受热闹的年货加年华。 未进街口,就看到粉嫩俏皮的香猪气球高悬于空中,五彩缤纷的灯笼把迪化街装点得喜庆活泼, 顺着人流往里走,琳琅满目的年货,此起彼伏的叫卖声,让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。 铁板炒猪肉,澎湖花枝丸,春联年事,品种齐全的南北年货与夜市小吃齐聚一堂, 更有大陆美食进驻市场,活受当地民众欢迎。 因为天津的栗子会比较甜,那相较其他来说会比较甜, 我们都是夏天的时候去当地看栗子,然后看它这次的品质如何。 它的口感会比较Q,那民众会比较喜欢这样,大家都会比较喜欢。 过年期间,一家人为路夜话,总少不了糖果点心。 在一家打着纯手工制作招牌的汤位前,店家小妹正在卖力吆喝, 邀请客人免费试吃。 她向记者介绍,这是南部有名的点心,麻捞。 为了吸引客人购买,最近研发出许多口味。 我们是用蜂蜜下去做的,我们看到这两样的地方全部都是蜂蜜, 对,然后我们的口味不粘密哦,这个在南台湾, 应该是南台湾传到北部。 来,一般的麻辣,你有看过这种黑芝麻吗,跟白芝麻。 来,我们不知道这两种口味,来,地瓜,芋头,海苔, 这个杏仁片是我们今年才有,来,这边杏仁片,还有那个南瓜子。 汤可以试喝,坚果可以试吃,为了吸引客员,不只是让民众免费品尝, 有些店家还将自己装扮成动画片里的卡通人物,可爱造型,吸人眼球。 迪化街长800米,清末以来,一直是台北重要的南北货、茶叶、中药材及布匹的集散中心, 是当地现存最完整的老街。 每年春节前夕,这条百年老街就会化身年货市级, 成为台湾民众年前雪拼采购的胜地。 那有一些可能在我们比较乡下的地方啊, 价钱比较高,然后种类也会比较少。 对,所以过来这边,特地过来这边买。 一般来讲,糖果都要买个一两千块都要。 过年嘛,气氛好,今天天气很好,出来走一走。 很多啊,买的香肠啊,还有一些糖果啊,瓜子类的。 平常日用品啊,这边也都有。